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中国首都北京从7月29号开始 受到近年来最强台风之一的杜苏瑞台风的残余环流影响 造成北京市多地强降雨不断 引爆大规模洪灾 至今造成11人死 其中两人是在搜救当中因公殉职 另外 有27人失踪 还有超过3万人被迫撤离家园 甚至预计未来几天死伤人数还会上升 根据中国气象局的统计 从上个星期六开始到昨天中午 短短三天内 北京就下了整个7月的平均降雨量 甚至还有可能突破11年前721大洪灾的记录 情况危急 强降雨量灾导致部分地区交通完全被阻断之后 中国军方今天清晨派出了4架陆航直升机 前往重灾区展开空投物资以及病人运转等等任务 当局计划要空投1900份食品 900件雨衣 700张毛毯等等 急需物资给灾区以及灾民 不只如此 由于北京 河北和天津这三地的灾情惨重 中国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今天也紧急地 从中央的自然灾害救灾基金中预先拨出1.1亿人民币 接近7000万令吉提供给这三地来执行救灾工作 这1.1亿元的资金将会用在应急救灾以及救援灾民身上 包括救出转移以及安置灾民修复倒塌的房子 来进行灾害隐患排除等等的工作 而目前当局在对北京东西城发布了红色警报 部分列车也因此停驶 在北京丰台区也因为泄洪导致河水暴涨 冲垮了当地一座桥梁的桥墩之后 造成当时在桥上的一些车辆被冲进了洪水当中 目前当局还在调查车上有没有人以及确认伤亡情况 受台风杜苏瑞的影响 中国本心遭遇超强降雨量 导致洪水泛滥 画面中可以看到洪水的冲力过猛 把丰台小青河桥给冲断 一些车子也被洪水给冲走 另一方面从民众拍摄的画面可以看见 洪神涌入路面还不断听到打雷声 就连行车也被困在路上 道路被泥黄色的洪水淹没 停在路上的汽车也全都被泡在水中 湍急的洪水甚至能够把巴士和汽车冲走 那个拆亮了 当然是不是车上有人呀 一名民众在洪水中抱紧路牌的杆子 险些被洪水给冲走 大楼里的电梯也变成了水帘洞 雨水不断地倒灌进大楼走廊 水位退去后从画面上可见 停在路上的车辆遭到洪水冲泡后 严重受损 围栏和大树也全都倒下 路面上一片狼藉 大树也全都能够地 帮助 大树也全都可以 �一人 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